哪一些是幸运食物呢?哪一些食物会带给你好运? 还有哪一些食物你应该避免的?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哈喽你好我是Cindy美国认真的健康教练营养顾问 如果你问我哪一些是幸运食物 那我会说幸运食物是提升你整体健康的食物 因为guess what?当你feel lucky的时候 你的工作效率会升高 你在健身房会有比较好的运动 你的心情会比较好 你的社交生活会比较好 你跟同事融洽的工作 你的家人先生太太会比较开心 而且说不定你会赢那个乐透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哪一些是幸运食物 我有很多幸运食物想跟各位讲 但是我先提三个可能各位还比较不知道的 还有请你看到最后面 因为我会解释原因 然后再提供几个不幸运的食物 请你避免 第一个幸运食物我们要来看的是 asparagus 就是芦笋 为什么芦笋是一个很好的健康食品呢? 首先它是一个很低碳的食品 你如果在做生酮跟低碳的话 它是在蔬菜里面非常完美的食物 而且它含一个特别的物质叫做 芦笋 芦笋 那芦笋 它是一个prebiotic 就是益生源的纤维 它是让益生菌去吃的食物 那当这些益生菌有食物吃的时候 益生菌也比较容易繁颜去生长更多的益生菌 而且它会吸很多水到你的肠道里面 然后让你排出来 所以你也不会容易水肿 你如果是很容易水肿 很容易水流在身体里面的人的话 那吃芦笋可以帮助这个功能 还有是它会帮助我们身体去产生butyrate 就是丁酸butyrate 它是ketose 就是同能源的一种 那同能源是非常有保护性的 它能够保护我们的血管 保护我们的肠道 那它能够阻止一些细菌跑到我们的血液里面 它还能够降低炎症 很多人他们有leaky gut 就是肠肉蟹的问题的时候 他们很容易会有细菌跑到血液里面 然后去伤害其他身体的部分 所以丁酸能够帮助阻止这个情形 而且这些益生源的纤维它会升高 一个荷尔蒙叫做Glucagon-like peptide-1 胰膏血糖素氧胎1 它会很满足你 它会让你觉得很满足很饱足 让你不会再有更多的食欲 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当你在减肥的时候 最困难的就是你想要吃你的饥饿感很强烈 但是芦笋它会满足你保足你 还有芦笋里面有含一个特别的物质 叫做Asparagine 天冬鲜胺 天冬鲜胺对于我们排泄系统很有帮助 你如果是容易脏气或者是便秘的话 摄取一些芦笋都有帮助 那这个氨基酸还能来帮助我们的肝脏功能 来清除尿素来排毒 所以芦笋是一个超级食物 也是一个幸运食物 接下来我们有Bak Choy 就是青江菜 青江菜在亚洲常常看到 有人放在汤里面炒来吃 或者是生吃当做沙拉 青江菜里面含很高的Sephoraphane 就是萝卜硫碗 萝卜硫碗是Gutsion 就是骨光肝胎的前提 如果我们身体有很多的骨光肝胎的话 骨光肝胎是我们身体里面抗氧化剂的一个大管家 那Sephoraphane是帮助制造骨光肝胎的 所以它是连结我们身体这些抗氧化剂 所以它是提供我们身体抗氧化剂的来源 还有Bak Choy含很高的Dym Dendomethane 我在其他的影片讲过很多次了 Dym能够帮助我们身体去抵抗那些不好的雌激素 提升一种酶酵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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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酵� 其他深绿色的十字花科菜 像芝麻菜没那么苦 所以比较好入口 比较好料理来吃 所以青江菜是另外一个幸运食物 最后一个幸运食物是 Sauerkraft酸菜 德国酸菜 德国酸菜是高丽菜发酵做成的一个产品 高丽菜本身是一种十字花科菜 但是高丽菜含的糖分果糖比较高 这就是一个原因当你吃高丽菜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甜很美味 是因为它里面含的糖分比较高 那你如果下去发酵的话 这些发酵的细菌把糖都吃完了 酸菜是比较好消化 而且糖分比较低的一个产品 含很高的维他命C 很高的Sephoraphane 它里面还有含一些Natural Killer Cells 自然杀伤细胞 它跟T跟B细胞是很类似的作用 就是帮助我们去抵抗 不好的细菌 不好的微生物 击败那些对我们身体有害的细菌 那当你买德国酸菜 或者是韩国泡菜的时候 记得都要看它的成分有没有放糖 如果有放糖的话 那就挑另外一个牌子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哪一些是不幸运的食物 你应该要避免的 那为什么它是不幸运呢 你如果吃了这些食物 觉得很疲劳很想睡很不舒服 因为你胀气消化有问题 或者是你越吃越想吃吃不停 你血糖升高导致你胰岛素抵抗 这些食物造成你身体的健康有伤害 当然你也不会觉得很幸运 那首先第一样是玉米 很多人认为说玉米是蔬菜的一种 所以它应该是很健康的 玉米它是一种淀粉类的蔬菜 含很高的淀粉 它是高碳水化合物的一个食物 加上它现在的都是基因改造 现在的农夫都拿玉米去饲养牛猪 让它们肥胖让它们长大的更快 所以我建议要避免玉米 那玉米里面有含这个物质叫做 Amalopectin 就是脂连淀粉 那Amalopectin是一个特别的糖 它会升高我们血糖很快 也就是我们会有很多的 这个胰岛素会分泌 长时间下来我们就会有 胰岛素抵抗糖尿病的问题 而且它很容易 它比其他的物质在我们身体里面 更容易转化成Triglyceride 就是三酸甘油脂甘油三酸脂 然后转化成脂肪 然后储存在我们的肝脏里面 比其他的食物 比其他的碳水化合物 都还要快进行这个过程 而且它也含很高的Lectin 就是凝结素 凝结素它是一种特别的糖蛋白 它在我们身体里面是一种毒素 造成很多炎症 所以玉米不太建议 如果你一定要吃玉米的话 那我也建议你吃少量 而且是非基因改造有机的玉米 接下来我们有Potato 就是马铃薯土豆 为什么呢 因为马铃薯现在人的吃法 都是高温下去炸 或者是高温下去煮 它就变成一个非常高血糖 生成指数的食物 升高我们的血糖 升高我们的胰岛素 尤其你如果用其他的不健康的油 玉米油大豆油下去炸 那你结合脂肪跟碳水化合物的时候 你就是储存这些能量更多更快 当你有这个很高的血糖升高的时候 你就会有一个很低很快的血糖降低 所以你坐这一个云霄飞车 血糖高高低低的云霄飞车 你会觉得很疲倦 你会突然觉得很饿 吃不停 绝对不是一个很幸运的感受 最后一样我们有Peace 碗豆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很惊讶 碗豆竟然是一个不好的蔬菜 碗豆含很高的碳水化合物 而且它也有含Lectins凝结素 也有含Phytase 就是Phytic acid 直酸 直酸它会去熬合我们身体里面的矿物质维生素 让你不吸收这些矿物质维生素 尤其是Zinc 辛 跟Magnesium 酶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矿物质 你如果身体没有酶的话 你很容易就是会有肌肉抽筋 你会比较容易感觉到疲倦 好今天就是很快的跟各位讲解 提供一下幸运食物跟非幸运食物 这不是一个完整的清单 你如果还想多看这类型的影片的话 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谢谢观赏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我是Simon Phytase的創作者 我们已经到中国中国最远处到云南区 在西方最远处的地方 在一个旅程 因为云南不是只有 5,000年前的啤酒 它也在古代的啤花树 我们将从这些花树 这种啤花树 是一种不同的风格 的认为抽中 我们叫做大贤花树 栐 栐 栐 栈 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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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trients and all sorts of other valuable compounds from the deep earth into the tree and ultimately into our tea leaves there is no other food source like this in the world these trees have grown almost wild for hundreds of years in a completely symbiotic way with their natural surroundings we have done nothing to intervene with any of the other vegetation or the soil and what that means is because there's a natural balance of life and death of all the other plants that fall into the ground and decompose whether it's weeds herbs or any other vegetation the soil is incredibly balanced it represents the full biodiversity of all the microbes and microorganisms inside this nutrient rich soil and because there's such an incredible biodiversity of organisms the tree is also absorbing it and we're getting it inside the leaves minerals nutrients that we don't even know about and we're incredibly excited to be launching two separate teas the first one is what this region has always been known for and it's a ripe puer black tea it's a fully fermented tea that is just amazing for gut health it's been used for hundreds of years in China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 second is a raw puer green tea and also remarkably beneficial to human health it is the most expensive tea in the world we we are just thrilled to bring tea all the way from Yunnan China to you